大家好,我是呂捷,我是紫金,以台灣為原心,讓我們一起來攔截新聞 今年過年啊,大家沒有辦法出國嘛,可能國內走走啊,手上熱錢,這口袋錢蠻多的 可能呢,這走著走著,就走進階段裡瞧一瞧了 現在傳出消息,說高雄出現了低門檻新屋,過年七天,居然賣了五十五戶 這個我們通常說,年前是客選房,年後變成房選客 你知道我們說這個年一過來,買房的人陸續出籠了 但這個單價自然就水漲船高了 但是是不是要忍住你的衝動呢 因為我們來看一下立法院即將要開議了 現在只有黨團決議要修法,修法什麼呢,屯房稅 好,財政部雖然還沒有明定這個修法時程 但是好像已經受到打房的味道囉 但是要怎麼打咧,打到誰咧 大部分的其實都是自助客啊 那哪些地段是我們這些年輕人呢 注意哦,我們喔,我們,我們年輕人喔 你知道,牛年咧,北中南,那些新興區域 又在哪裡咧 好的,今天我們年輕人就一起來討論囉 首先介紹節目來賓,戰略專家林廷輝老師 大家好 房市專家組衛 大家好 台經院南臺辦主任高仁山 大家好 科普作家潘宏老師 大家好 石瓶倫家關宏文 大家好 你知道我們說,其實講到這個土地 其實我們說,科普有學到嘛 叫井田制度 一夫百姆 就是它這樣一塊田分成九等份 然後每一等份都是一百姆 那我們說一夫百姆讓你養家活口 當然呢,其實這是最早我們說 中國的土地制度嘛,但是問題來了 我們在西州的所有的史料文件裡面 並沒有看到井田這個東西 但是我們認為井田是存在的 為什麼 因為到後來呢,你從陳雲來看嘛 叫井井有條嘛 一夫百姆一郭爾夫的九宮格 井井有條井然有序 所以目前來講呢 最早的中國土地制度 井田制度 我們確信它應該是有的 也是一種平均地權的概念 就讓大家不要囤房賺太多的意思啦 好,潘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現在過年期間呢 真的很多人在買房子嗎 過年七天連假 可以賣出這麼多戶 對啊,其實過年的時候 大家就在小姐 你說走村走村啊 可是你順便去看房子買房子嗎 這個倒是大家 出乎有一點意料之外 那但是呢,目前看來 總的來看 在過年這段期間去看房子 而且成交了 似乎都是跟一些手購族有關係 而比較不是一些換屋需求 或大坪數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這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哇,其實來的人祖數也不多 不過這個是後來的上班日來的 那另外的話呢 有一些其實賣了十戶 累計已經賣了五百六十戶以上 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遍布在高雄的很多區域 甚至有一些 我們會覺得比較特別的 例如說像在美術館附近的 那但是呢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目前他們認為 除了我剛剛講的 大部分是手購之外的話 比較多還是那種剛性的住宅需求 也就是說 我可能本來就住在這邊 我可能是在這邊工作的 那我呢 現在呢 我真的要住的 沒有錯 我攢了一點錢 趁這個時候 蹭一點喜氣 來看看房子 那但是呢 你如果說北漂的回來 返鄉購屋的 目前看來這個熱潮 暫時還是沒有 那目前的成交來看 因為畢竟是手購族嘛 所以也就是一些小坪數的 在地的啦 手購的年輕人 然後比較實在的 比較是實際住的 那但是我們從這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分量非常多區 而且有一些的話 是過年的時候來看 像年接的時候對不對 就已經銷售了 那有一些呢 是我們這幾天而已 這幾天 年假一開始 馬上有人馬上去看 馬上也就成交了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這個從高雄這一邊 手購的房市來看的話 今年開春的房市行情 滿熱鬧的 似乎還不錯了 那一個好的預賬 那但是呢 我們如果再看回來 北部的話 北部也有一些 而且有一些不是賣掉而已 有一些竟然它還可以 標榜是什麼 玩銷耶 哇 誰賣這麼好 玩銷耶 就是說我賣光光了耶 你要來的話 拍謝 下個建案請早 那我們來看到這個北台灣的話 從這幾年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了 那一開始的話 感覺上緩慢的成長 那你從這 當然最嚴重的 這個還沒有開始 就這一年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 這個疫情的時候很嚴重對不對 那但是呢 沒想到 可能大家去年一年也覺得 大概也就是這樣子啦 所以你跟前年來比較 哇 這個看起來的話 跟大家想像的 似乎有一點不同 感覺很怪 那我們所謂的北台灣 北台灣指的是哪裡 來 我依據銷售量的高低 那給大家聽 銷的最好是哪邊 新竹 新竹銷的最好 接下來的話是哪邊呢 接下來的話是桃園 然後另外呢 台北市 新北市 宜蘭 然後另外的話還有基隆 所以我們從這 建案來看的話 你就會發現 剛剛有沒有講 最好的是哪邊 就是在新竹的地方 這可能跟本來 就是竹科的地方 不管說是工作上的關係 或者是自助的需求 可能他手頭有這個 擴挫的錢 有餘餘的錢有關係 那另外我們就講到哪邊 桃園 那桃園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很蓬勃發展的都市 那從這來看的話 他的房市感覺上 逃離台北的就跑去桃園 就是近的地方 就變成是蛋黃蛋白 然後再往外走 另外的話 我們再看到台北市 還是一樣 他當然這個屹立不搖 大家還是喜歡 然後接下來的話呢 最多脫北的地方 逃離北部的地方 其實呢 很多人的首選 其實還是哪邊 還是新北市 疫情台北關鍵所在 那大家當然還是很好奇 為什麼 奇怪 在這個股市的狀況之下 怎麼會逆勢上漲 怎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從幾個角度來 可以來觀察 首先疫情 那你怎麼辦 以前的一些消費的 一些休閒的錢 沒有辦法用掉了 那你怎麼辦 那我可能有一點錢 那我就投資好了 贏贏嘛 我就倒租 那投資投哪邊 股市啊 股市啊 房市啊 對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 一個一個建案來看 但是每個地方的需求呢 跟剛剛高雄講的 似乎有一點像 也就是說 大概都是兩房 三房左右 那你在桃園的話呢 有一些成交還是怎麼樣 大概單價是大概 五百萬左右的 所以對手扣的年輕人來說 入門的門檻比較低一點點 但是你如果離開蛋黃 再往外 有些人的話 可能就會覺得 我可能年紀大了 我現在對於這個工作 那麼衝的衝進沒了 我就用距離來換空間 我就可以有一些 比較大的空間來看 所以整個來看的話 目前從銷售 或從玩笑的角度來看 新春可能對房市來說 開了點紅盤 不過我說實在話 像因為我自己本身 有買房的需求 所以我們常看到廣告 有廣告嗎 不管在這個社群媒體 或者他下了電視廣告 報紙那個平面媒體的廣告 我們去看房子 你打電話去 他都跟你說什麼 完銷 不好意思 他都跟你講完銷 完銷你還看燈廣告幹嘛 你錢不是賣錢 他不是跟你講完銷嗎 那為什麼燈廣告呢 然後你再問兩句 他就跟你講 有地主保留戶啦 還有機會 你還有機會入手 有可能我幫你問一下 有沒有投資客要丟出來 不過我們重點就是 你剛剛看到2020 說賣得那麼好 很多人都在等說 疫情這一波房市 有沒有可能會跌 但是沒有啊 好像就會納悶 那沒有怎麼會那麼多人說 數字那麼高 這是真的還是假 四位 仰套殺是目前現在投資客 想到的事情 因為過年前的確賣得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這時候代銷 建商有句話叫做 舊的不開心的不賣 就是舊的案子收了 先蓋再說 因為買了嘛 我已經建商已經賺到錢了 可是投資客拿到手怎麼辦 因為政府要打房 所以過年前有交過 一萬戶的預售物搶先拿出來賣 就是因為大家先不看好先跑 那既然先拋的話 那新的投資客怎麼辦 他不買了 所以建商就不開案 所以現在情況是這個樣子 那你說至於建商的作文比賽 或是代銷作文比 或是你說買不到 我以前當過記者 我們以前採訪過 士林的一個案子 那樣子很大這樣子 那個媒體做很大 誰都去看過 然後當時呢 一開案就賣超過五成 21戶 開案就說賣掉11戶 那在我們當記者 就請問一下老闆 到底賣給誰 不能講 不能講 我們有簽保密合約 套路一下 拜託 有些女生開始這樣子 拜託一下 好啦 船產 看好想打你喔 對 船產 不要再問了 請問船產是哪一個 好不要問了 然後過兩天呢 老闆誰在賣 電子 電子 又變電子 不是船產嗎 11戶嘛 好啦 過了幾個月呢 就是一直花錢 請記者吃飯 拿幹嘛 還又開始有動作囉 對啦 好啦 可是都沒有人問出到底是誰 可是實惠 像我剛才講那個情形 因為我是真的有買房的需求嘛 那我也看到他們的廣告 我打電話去問 他就跟你講完銷了 他們預售就完銷了 那他不是 那我就不去啦 不是那是釣魚 我先把你釣起來 因為完銷了嘛 請問何居 然後呢 突然間過兩天再打電話給你 我們不小心喬了一戶給你 所以那是釣魚的方式 可是喬了一戶 我不要啊 我要看 我喜歡的戶數啊 沒有啦 比如說我要高投診 不好意思沒有喔 他說我們剩三樓 三樓沒有啊 對沒有了 三樓沒有就沒有了 只剩二樓 他賣不出去怎麼辦 沒有就放著 等到城屋再來賣 但是你剛剛說很多人是 這個傳產啊 電子問不出來 但是的確我們在新聞上面有看到 的確是有人名喔 啊這怎麼說 難道他沒有買嗎 那可是記者就問不到那個人喔 永遠問不到說你有沒有買 你有買 他都是那種 我們不說 我們不說 所以記者永遠問不到答案說有沒有買 只給你一個模擬兩可的答案 好啦 那我們講說是你的案子 對不對 最後賣完了嗎 蓋完了嗎 然後預收那個什麼 城屋一蓋好 不就開始藤本要掉了嗎 是啊 然後記者一掉 一戶都沒賣 哎呀 那他怎麼那麼敢講啊 就隨便放消息就對了 然後記者說 請問你不是那十一貨賣掉嗎 沒有啦 那過去了 我們現在統一收回來 我們要做整個企業總部 我們重新重新包裝 但你說在信義區那邊還有一戶 但他真的有標榜說 哇好多名人啊 什麼名人的老公啊 都有買 哎那怎麼回事 那也就是釣魚啊 名人老公有買 那你的名人就問說 你老公有沒有買 有時候是建商打電話 跟他講 巧好的 好朋友啊 對啊 巧好的 比如說有一個名人嘛 這算業配嗎 不是 這算類業配 因為有一個名人 就是常常手機 不是IG常常po照片 說我買新家什麼 然後呢 價格又超級高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 到底有沒有買 沒有人知道 他說他花多少錢買 沒人知道嘛 可是先跟你喬好 那等於是說 我只要釋出訊息 那就是一個廣告費 因為名人講話是有代言的 所以我們話說回來 張宗某買了大直的房子 這件事情在業設 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因為張宗某買了 淡水那個房子 不是大直那個房子 是那個社區的 非常低的價格 所以一邊 他可能會降低他們平常的房價 降低非常的多 所以一邊吃了糖的記者說 哇張宗某買房子 大直要漲了 可是另一邊沒有吃到糖的記者 就會寫說 張宗某創了歷史新價 買了這個便宜的房子 雖然這個社區罰人問心 但是張宗某創的 比較低的價格 那這些代銷的 建商的腳本會怎麼寫 腳本就是這樣寫 就是叫做豪宅 還有一般小市民 豪宅的話就只要一直講說 只要是誰來買 名人啊 名人來買啦 好加持啊 對啊 扣幾個人說 你幫我講個話嘛 我以前對你很好 贊助很多啦 所以你幫我講說 我有買啊 但是我買什麼 我不要告訴你 你永遠看不到他的開箱 你就表示他真的 沒有住在裡面 如果一般小市民就是 反正預售嘛 賣了三戶就先封盤 然後等到的房子 蓋好了 交屋之後 再慢慢的丟到 房仲市場裡面去 所以這樣的豪宅要賣 是不是也要編劇本啊 製造熱燒的假象 要啊 而且還算好啊 而且要寫在那個 筆記本裡面 有哪一些劇本啊 通常的劇本就是 不知名的小開 或是什麼 二代 然後辦個超跑party 大家就相信 尤其是超跑party 會吸引比較不懂的 那個二代進來看房子 然後另外就是說 那種喬外資 因為大家都喬外資嘛 所以喬外資進來 你就會讓人家相信說 我給你一千萬的錢 你可以幫我洗成一億的房價 所以很多豪宅 為什麼你發現是現金購買的原因 其實都是在洗錢啊 我真的搬三億現金進來對不對 可是你房子幫我寫六萬 六億 那我的房子就價值六億 可是我給你三億的現金 這樣子就換出一個房子 這個好像在台灣第一豪宅 那邊有發生過這件事情 這就是很久以前都發生的劇本 現在還在做啊 然後六億呢 對不對 你拿三億對不對 六億在哪裡去貸款 我們帶個六成好了 六六三十六是三億六 所以我拿三億的現金給建商 我換回三億六的貸款 我還倒賺 可是我房子的價值 實際上登陸上是六億 所以房子就這樣子被玩出來 一個新的價值 那我已經知道 我都已經賣六億了嘛 所以我這個六億要賣給下一個人 所以我自然也是六億起跳 是 只是看你要不要買單 如果你不買單 我就法拍 反正你法 我法拍無所謂啊 因為我三億六拿到手了 六億是丟給銀行領導的事 可是萬一法拍 或是說有人確定 哦 相信了 六億就賣了 我就倒賺更多億 所以豪宅界都是這樣玩 所以政府早就知道這個情況 是用公私物去防堵這件事情 好 所以說我們豪宅買不起 沒關係嘛 很多的小子女孩 對不對 上面件上就寫著 跟著捷運走 但你一看 欸不對啊 捷運附件支線都很貴啊 一問之下 原來不是跟著捷運走啊 是跟著輕軌走 如果跟著輕軌走 至少沒有到跟著這個貓空攬車走 那樣可能更誇張 那其實最主要是新婚小資族 最重要的關鍵幾個 一個進捷運 然後屋領要新 不想要爬公寓嘛 然後再加上大樓要多重劃區 這樣的一個市政的零力跟馬路的方塊 其實大家住在這邊比較賞心悅目 那目前來講的話 欸 現在比較多的這種建案 第一個是淡海新市政 那淡海新市政是來自於說 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淡海輕軌 這樣的一個話題性出來了之後 就平均的房價 大概是二十一到二十六萬 那我們知道說現在目前的公設比 都是相對來講比較高的 大概是百分之三十左右 所以依然這個淡海新市政 他才的確是可以做到這個三房 或是二加一法 這個還有分喔 比較靠近電影院那邊 跟比較靠近捷運這邊 價格什麼 比較靠近海那邊 對 比較靠近海那邊 每一個方位其實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要知道一些代銷 或是一些房仲 他們的這些廣告當中 所代表的這個各種的奧妙 那第二個部分是北大特區 那原因是因為北大特區 他的三陰線的捷運 正在興建當中 商圈也慢慢的凌厲 所以呢 他的房價也是二十九萬到三十四萬 其實比起淡海新市政 來的高的多 可是淡海新市 目前來講有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輕軌 如果要到台北市 如果你工作的話 是一個上班族 哇 要通勤花一個小時的時候 其實對於很多小資來講的時候 其實是蠻辛苦的 畢竟是用時間換空間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最近 最熱門的桃園青浦 也就是我們的國門 也就是在高鐵這樣的一個 積結A17 A18 A19 那透過了積結跟美術館購物中心 那邊有IKEA跟水族館的 這樣的一個設立的時候 再加上是重劃區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二十四到二十九萬 是他在差不多兩年前左右的價格 現在已經大概差不多三十四萬左右了 甚至有那種新的建案 開案開到四十萬以上 非常的貴 甚至是比新北的某些的區域來講的話 地段還要來的貴 第四個是龜山的A7的運動大學 也就是這個積結 他是在差不多A7左右的時候 那其他最主要的話題心 是在華雅科技園區跟長根的商圈 所以這些商圈的林立 他創造出來一些工作機會 或者是在某些的這些公共建設上面來講的時候 對於小資族來講 他是要後世看廠 那為什麼會是一千萬呢 畢竟是專家其實有提出一個證明 是說你月收入的一百倍 基本上是我們可以負擔的總價 所以一個家庭 雙薪家庭 他可能是十萬塊的月收入 那乘於一百倍就是一千萬 一千萬大概是我們可以防單的利率 是可以負擔的起的 那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是 各位觀眾朋友也會知道說 其實捷運宅當中啊 在臺北市捷運逐捷運而立 意思是指說在定義當中啊 如果我們可能走路十分鐘以內的話 他就可以被定義為捷運宅 可是捷運宅當中又有分喔 因為門牌效應的不同啊 或是因為地段的不同 因為生活區域的不同 而會有不同的改變 像我自己本身呢 就是住在臺北市當中 這個兩個捷運的這個均價一坪 落差最大的地方 因為我二十五年是長在古庭 這個從小都是住在古庭 那個一坪大概是都把數 所以就傳說中的富二代了 不是不是不是 房子一賣那身價過億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這個仙人 這個是個悲傷的故事 所以現在住到的頂溪站 一切都是回憶這樣 對一切都是回憶 現在住在頂溪站 均價一坪是四十八萬 那為什麼會是這個樣子 就我自己本身的個人的經驗 其實大家看說頂溪跟古庭 好像是一戰之隔 但他中間隔了一個這個中正橋 這個隔著一個橋的時候 雖然好像是捷運站只差了一戰 可是捷運大概也是四分鐘 他比起古庭到台電大樓 可能捷運做兩分鐘 那樣的一個落差 其實是蠻大的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是新北市跟台北市 這個門牌效應 以至於說在這個均價當中 直接變成了對半 甚至是六折左右的價格 作為單價 所以這個價值 他最大的部分來講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知道 無論你是在永和區 是新北市 或是大安區 中正區的古庭站 其實都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透過捷運宅 他的房價落差大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有另外一種想法 就是我們可能選擇住在永和 然後透過通勤的時候 跟古庭其實是蠻近的的時候 其實透過落差的房價 來做這樣的一個購置資產的一種方式 也是一種聰明不做的選擇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學區的需求的話 其實是可以推而求其次 找一些便宜的地方 對 所以就例如像說很多人就覺得說 你好像住在信義區當中 就好像是富豪或富二代 但其實信義區當中 也會有比較平價 比較親民的這種選擇 例如像是無星街 六百相那邊 山上一點 對 山上一點的這樣的一個選擇 其實透過通勤的這種方式 你是可以達到說 用比較少的金錢 跟總額的貸款的這個乘數 能夠獲得到說 你今天可以住到比較好的一個地段 那第二個部分來講的話 就是公館跟萬榮之間 因為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就有在通勤 那通勤的過程當中 螺絲幅路二段 不好意思 我剛才聽錯 我在大學的時候有在偷勤 不是偷 嚇我一跳 通勤 對 通勤 就是這個騎摩托車 這個螺絲幅路二段 三段 四段 是這個古廳 台電大樓 公館到萬榮 那你會發現 哇 公館跟萬榮之間 這個騎過了這個基隆路之後 你會發現公館的商圈當中 其實是台大的商圈嘛 那台大的商圈 它的人文氣息比較重 可是呢 那個大安區 中正區之後 過了一個基隆路 哇 突然就變成文山區 對 所以那邊的住宅氣息 是比較濃厚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如果你是住在公館附近的 台灣大學學生的時候 租宿舍可以住在哪邊 其實可以住在萬榮站那邊 我看熟了啊 對 所以你透過可能公車啊 或是這樣的一個通勤的方式的時候 你是可以用一站的距離 就能夠獲得到 你平常的一種生活區域 所以以至於此的時候 我們就會知道說 其實在捷運宅上面來講的時候 一般的小資族要購買房地產 其實有很多種不同的方式 那你之前不是自己看很多房子嗎 那個房子啊 什麼正三房啊 二加一啊 你是有研究嗎 有研究 非常的有研究 那他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都會覺得說 三房兩廳兩位是進可攻退可守嘛 脫手也比較好出手 可是問題是啊 現在三房你總價拉得很高的時候 那我們這個坪數就必須要拉低 而且問題是 公設比越來越高的狀況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正三房 有二加一房 有小三房 那問題就來自於說正三房的話 一般來講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室內 其實是有會有未遇的 這個三房兩廳兩位嘛 那如果是小三房的時候 你會發現第二房跟第三房 只能夠擺下一張床的時候 每次在換床單的時候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這個手指頭 就會被這個床單 這個旁邊的床 完全夾到 然後你換床單 要過這個走道的時候 是非常的麻煩 非常的不舒服的 而且如果你放雙人床有沒有 門是打不開的 對 放雙人床門是打不開的 像是我自己的切身之痛就是我家裡面是二十一坪的室內空間 三房兩廳兩位 住得非常的窘迫 非常的這個不舒服 全台灣最適合人居住的是哪個都市 你知道嗎 高雄 因為高雄地靈人傑 你不要說因為你自己是高雄 我覺得高雄地靈人傑 台北的房價是不是就是比高雄壓制 不是 你知道我們在高雄住 真的住宅品質就是不一樣 尤其你知道我們高雄 我們說這個數一數二的 我們說住宅區 比如說像那個美術館那一區 美術館一平才二十幾萬 二十五萬上下 你知道你看那個開 那個窗戶打開看出去 不管你是看中華路的樹海 看整個美術館公園 不是那邊真的很好你知道嗎 我那邊有一戶你有買嗎 但是重點是 剛剛呂杰所講的就代表說 這個北中南呢 其實都有一些可參考 是 自住 不管是怎麼樣 還是投資都是兩相宜的地方 沒錯 其實講到看房 真的是切身之痛 因為呂杰剛才你說高雄讚 高雄真的有讚 因為我說我看了四年 高雄跟台南的房子 我看了四年 投資款都準備好了 問題是下不了手 為什麼 因為他漲價的速度 比你籌錢的速度還要快 那沒關係 我們先帶各位觀眾朋友 大概先看一下 就是說我們 其實這張是張金二老師的研究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其實台灣 就是一支獨秀 一支獨秀 台北市特別貴 台北市大概就是 別的都市的三到四倍 對啊 是 我住在台北市 但是我也買不起房子 那都是那個家長之前留下來的 才有可能 不然你真的是要負幾代 才有可能 要周公散 不然就白公子 對 所以你看其實到中南部去 台中台南高雄 其實平均大概是25萬 25萬30萬左右 25萬35萬左右 但是呢 你要想起來 25萬30萬 但是他都賣大坪數的啊 大坪數的 所以你如果說大坪數 就不想買了啊 沒錯 你大坪數乘以他的單價 跟台北小坪數乘以單價高 其實價值差不多嘛 對不對 但是剛才你說的 大坪數 大坪數 也多好耶 我們怎麼說 你知道我剛買那個房子的時候 有沒有 走進去講話會有回音耶 對啊 水母耶 但北中南現在有一些可以討論的價格空間嗎 因為畢竟有很多的 可能政府設施啊 也開始出來了 是的 沒錯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啦 就是說 房價會漲的地方 都跟政府的一些 經濟政策有關 經濟政策有關 或者是 剛才講到捷運啊 因為為什麼 為什麼五都全部都要蓋捷運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捷運蓋下去 房價會漲嘛 會帶動商圈嘛 對不對 那因為我是覺得說 房價漲不是壞事 但是房價漲的太離譜 那就是壞事了 那所以我們看一下台中 其實過去以來 其實我們都可以看到說 藍色這個就是最便宜的 上面紅色這是最貴的 這是一個range 它是同步的上漲 所以從過去 我們看從 從2016一直到2020 其實都是緩步上漲 台中買緩步上漲 但可以台中可以一個 看到很多這裡有一個盾一下 盾一下要不要猜一下什麼事 發生什麼事情 Covid-19 這邊突然掉下來 就好像 五都裡面跟台中 Covid-19的時候掉下來一下 然後台中呢 其實有幾個區 原本那個比較貴的區 它就是比較貴嘛對不對 比如說西區那邊重化的這邊 原本它就比較貴 西屯南屯這邊比較貴的區嘛 那其他像是 就是說中價區低價區 這邊烏日 烏日在哪裡 高鐵站 高鐵嘛 所以高鐵一日生活圈 其實很多人那時候就開始 我就買到烏日附近 烏日附近 大概五年前的時候 十幾萬一瓶 大概13萬可以買得到 現在二十二十了 所以其實看得出來 就是說高價區 那時候大概我們看去年 去年大概就漲了9% 9.11% 然後中價區 大概中價區到平均來講的話 已經到30萬了 30萬了也漲了快5% 那我們再往下看 往下看 台南啊 台南現在是 對台南是現在全台灣最夯的地方 為什麼 台積電啊 你就知道台積電 我跟你說 不是只有一家台積電 不是只有一家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它是一個產業 群聚整個過去嘛 所以你還有台積電的供應商啊 什麼你要賺台積電的生意的 還有去那蓋房子的 蓋房子的也要有房子住吧 很多人都關過了 水的都關過嘛 所以其實大家在講說 台積電在台南 那一片基本上就是竹科第二啦 所以在竹科沒有賺到的 全部到台南去賺嘛 所以那附近還有可以Q的嗎 有 所以來我們來看喔 所以台積電那附近就哪裡嘛 散化跟新式嘛 散化現在大樓一片幾十八萬了 我自己去看嘛 我就是想去那邊買嘛 因為為什麼 第一個我想說買二 以後小孩子長大可以去那邊南科上班嘛 結果呢 我會說 十五十五 之前看十五萬 現在已經快要三十萬 其實我過年去散化 就住在散化附近 軟了一下 然後那天早上起來 全部都是霧 然後我空氣吸一下 我吸不到氧氣 因為那個空氣品質非常的差 可是呢 觸目所及都是甜 所以散化有的確很多人在炒作 房地產沒有做 然後買賣的焦頭情況是非常熱絡 但是呢 因為全部都是甜 所以未來還有很多 波地可以炒作 你現在上車的幾乎都算叫套牢 所以還好我還沒上車 還好還沒上車 然後呢 其實那邊講說散化跟新市 其實啊 因為那邊生活機能不是很好啦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叫關廟啦 關廟相對來講 他離那個南科還算近 但是關廟其實那邊的生活機能稍微比較好 那另外呢 另外台南一個區外就是我們講的沙倫 沙倫高鐵站 沙倫高鐵站附近 他現在最近就是要蓋那個山井 山井outlet 山井outlet 所以那邊也在炒 那邊 那邊也是地很多 所以那邊也不好啊 那邊也是地很多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outlet是假的outlet 不是真正的outlet outlet是來炒房 就像說林口當初靠山井賣了很多房子 可是呢 如果你有投資的心態過去的話 你就全部卡在那邊 所以很多人因為山井而卡住 中南部我們在看房子的角度 跟北部人就是不一樣 好 我們來看一下北部人買房子 看房子真的不一樣 因為居然還要收什麼 手續費耶 你看房居然還要錢耶 洪文 對現在其實在高雄啊 有這種收費直接收五百塊 到一百塊 就是只是你是去看房 因為我自己本身有看房的經驗 然後我自己也之前前幾年 擔任這個大樓社區主委 所以這兩種角度 我大概可以理解 他們到底在想什麼 首先第一個 其實那個看房的人啊 他們的房仲帶進去的時候 那個付五百塊 請問是屋主來付呢 還是房仲來付 還是看房的人付 一定是房仲來付 因為對於房仲的心態來講的時候 他必須得要做的事情 很簡單 他想要有更多的成交的機會 他需要有業績的壓力 可是我們知道 其實房仲 他本身是無頂心志的 這種業務值的時候 你會發現竟然會在高雄 有房仲每一個月 大概將近支出一萬二左右 只是純粹為了貸房 所以對他來講 那個本來就是他在業務上面 的時候的一筆多額的負擔 除此之外 在看到的事情是 其實有一些管委會 他們還會要求一件事情 叫做房仲你如果這個以單次計費 還不算 這個有這種健身房 他是以月計價的 意思是指說你每個月 就是固定付一千塊 甚至是你有五千塊的押金 是放到這邊來 如果今天這棟大樓 這一戶成交的話 那這個五千塊 就要放到這個管理委員的基金裡面去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是在房仲在看房的這個過程當中的時候 其實管委會而言 他自己第一個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當他今天有那麼多人來看房的時候 卻沒有人願意這個出價 或者是開價開太低的時候 對管委會而言 其實如果今天這個成交價格 如果太低的話 是不是拉低所有的這個大樓的房價 但重點是看房的時候 我覺得房仲也知道很厲害 很快就把你的這個收購 貸款拿多少 馬上算給你看 完全就直接算給我們聽 所以你會知道說 其實房仲或是代銷或是屋主 他們本身會有很多的話術 跟不同的方式 那我們其實知道說 在現在的低利率的狀況底下的時候 可能是1.31% 或者是1.7%的低利率不等 那如果房貸利率從30年拉長到現在 可以最多到多少 是40年的狀態的時候 人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現在銀行是寄所謂的 階梯型的房貸 我們在買一件事 買一個東西的時候 常常我們買不起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 分期付款 對嘛 那分期付款的時候 其實很多的商家 有很多的話術 例如像說 每天省下一杯咖啡 就可以有你全方位的 這個醫療保障 這是一種我們會 一時的腦昏 然後刷卡給他刷下去 這很正常 可是階梯型的房貸 是現在很多年輕人 最害怕的陷阱 叫做我對未來的預想太過樂觀 意思是指說 我前十年 我可能是一天一杯咖啡 後十年可能是一天一餐牛排 萬一你被洗頭了之後 你可能就不止了 就可能會法拍斷頭 所以那個就是小孩開大車結果 所以我們會發現 這個五級距當中 這個合期的寬限期五年左右 他說前十年還本百分之十 可是問題是 他說十一到三十年的時候 他其中有一個數字的話 就是說每五年來為一個級距 來還本金的十五趴 意思是指說 當我前十年 其實是一年是還十萬 最後的那五年 是一年還六十萬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感覺我可以還得起前十年 但是我很樂觀的覺得說 我在過了三十年之後 我一定會當上CEO成為銀行大佬 但是萬一沒有那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目前來講 所有的年輕人在買房的時候 必須得要考慮的一件事情 對未來要太樂觀這件事情 其實是非常的具有風險 我們說實在話 因為現在台灣這個房地產 它名詞實在是太多了 而且重點來了 你說你現在還得起 不代表以後還得起 那貸款的年限越拉越長 不是拉長你就不用還 那問題來講 光是首購的定義 就有很多文章在裡面 我現在知道 不只建商在玩文字遊戲 這銀行也要玩文字遊戲 階梯型貸款 這什麼意思啊 沒有 那個其實都是一些 就是吸引你先貸款的一個招數 對啊 因為 這一個重點 錢購就比那個貸款利率 誰利率低就跟誰貸 錢不夠就比寬限期的長度 誰寬限期越長就跟誰貸 20年 30年 沒有那麼長寬限期 就是3年或5年這樣 寬限期是繳息不繳本 就利息跟本金 你就這樣想就好 那其他呢都不重要 然後重點是說 比如說好了 旅行你現在可能是 普習班的老師 那你去查一下 有些銀行有那種方案 是比照台積電 是 因為台積電 沒有那麼多員工買房子 所以有些像我以前在一周刊 我去問一下銀行 就發現一周刊是台灣 前1500大的企業 所以我的利率 居然可以比照軍工價 那你說什麼手不手夠 什麼優不優惠 那就不重要 所以去比一下 那當然他常常在買房子 都搞不清楚自己 可不可以買多少錢 我覺得跟大家講一下很重要 比如說你自備款是500萬 是 你要想你500萬很大嗎 其實自備款500萬一點都不大 有人說他500萬想買2000萬的房子 那我們回推 那你要帶1500萬 等於一個月繳7萬塊的房貸 你有沒有7萬塊 一個月7萬塊房貸 你帶不帶得出來 才能買2000萬的房子 如果說你說 史惠哥我沒有7萬 我們家老夫妻加起來 就有3萬塊的房貸能力 但是爸爸媽媽給我500萬 我想買個房子 可以買多少錢 這時候你要3萬塊回推 就是700萬的房貸 大概是這個數字 所以500萬加700萬 等於是1200萬 所以你只能買1200萬的房子 而已喔 用這個方式觀念 去找你要的房子 1200萬的房子 就比較好找到一個安全水位 因為縱使你把所有錢 OIN台積電 也不一定沒有人保證說 三年後台積電會漲到翻掉 那1200萬我也想要住台北市 哪邊可以找一下 好1200萬對不對 那好 接下來問你 你需要多大的房子 你要兩房還是套房 因為台北市最便宜 300萬就有套房 只是鬼屋而已 你敢不敢住呢 凶宅 不是凶宅 是那個台北第一兄 在凌森北那個逛街方面 一間才300萬 好我們還要算房貸 有錢人不用 拿現金來跟你買 其實你到後來發現 有一件事情你知道嗎 那個超大坪數的豪宅有沒有 賣的比小坪數一房 一家一房 兩房的還好 但他們是有用意的吧 對 有錢人的視野 跟我們窮人的視野 是不一樣的 因為窮人的視野是很狹隘的 有錢人的視野 事實上什麼貸款 銀行貸款根本不用 直接拿現金去給你買房子 你看在市從去年開始 在士林地區 還有在很多地方 其實都發現到說 有九千多萬的房子 一億多萬 一億多元的房子 事實上很多都是用現金 直接買 根本沒有貸款 那為什麼呢 大家發現到說 從中美貿易戰以來 一直到這個後面 很大量台商 撤出中國大陸的時候 就有大筆資金 就繼續往外討 但是問題是什麼 中國大陸不是做 所謂的外匯限制嗎 外匯管制嗎 那為什麼台商 還有辦法去做 所謂的這樣的一個外討 事實上有網友 去整理的五種方式 當然這五種方式 有些是非法的 大家不要學 這小孩子不要學 那首先第一種就是說 臺灣買房 然後境外付款 建商到海外去開戶 然後台商直接在海外 比如說他到香港 到中國去開戶 然後直接這個 所謂的付款 付款完之後 建商再把這筆錢 拿去投資基金 然後再把錢 匯回到臺灣來 這也有這種 所謂的無軌搬運法 可是這樣你的房子的 交易怎麼辦 你的金流啊 人家會查 那金流就是在海外金流 而不在境內金流 這是一種方法 用公司移轉就好 然後另外 對 就法人嘛 對嘛 所以你看最近 那個像華牆的老婆 像泰嘛 他在台北跟北京都買房子 在台北他用六億買 他也是用所謂的 香港的公司 在臺灣買房子 而不是用所謂的 自己的家人的名義 去買房子 這種中間有很多玄機 所以我們不知道 那第二種方法 就是所謂的運用 亞洲金融中心 這當然也在香港嘛 因為香港的話 就是說有些這個台商 就把資金帶到香港去 用什麼管道不知道 但是資金到了香港之後 再從香港去投資什麼東西 然後再匯回到臺灣來 然後對 比如說買臺股 在香港人可以去買臺股 買完臺股之後 在臺灣再變現 類似這種方式 第三種方法 就是直接透過所謂的 地下匯款 地下金融 但是問題是什麼 這手續費非常非常貴 我曾經聽到說 去年高達25%的手續費 甚至如果是黑吃黑的話 那就更完蛋了 因為當中有可能黑道的 在經營的情況之下 那地下匯款 當然這些都非法的 都用炸牙 對 然後第四個 就是海外資產的頂難 比如說我就在海外 我在中國大陸 本來就是有房子在那邊了 那我這時候就賣給自己的台商 台商賣台商 那台商你就在臺灣來講 就是你直接交新台幣 給我就好 就不在中國大陸 做人民幣的一個交易 那最後一種方法 就是說以中國公司的名義 做假外貿的一個假交易 這什麼東西呢 比如說你在中國大陸 就開一家公司 然後我說我要進口 海外的一些產品進來 我要付款 大概比如說1500萬出去 但事實上 它的價值只有1000萬而已 500萬就這樣出去了 就500萬出去 那因為你經過海關的時候 通常中國海關 也沒有太多的心思去 一筆一筆去查扣 你的那個交易裡面的內容 到底是什麼 是不是價值到1500萬美元 所以這樣子500萬美元 這樣就出去了 那如果多做幾筆的話 當然就很容易 就把資金洗到海外去了 所以這幾種方法 其實就是網路上有人去 這個所謂的 整理一下有這幾種方法 但是還是要警告大家 這些東西有些是非法的 我們說台灣人買房子 也正是三宅一生 你在年輕的時候 買了第一間房子 首購宅嘛 到中年的時候 可能買的是理想宅 因為孩子也出生了 到老的時候你又有不一樣的思維 到第三間改成叫養老宅 好 不過台灣人到底有幾間房子呢 在我們在討論說 這個房價很高啊 買不起的同時 一個最新數據喔 全台灣居然有31萬人以上 是擁有四間房的 哇塞 這真的嚇壞了 好 你看這個立法院的會期 都還沒有開始啊 立委有黨團已經要決定修法 修法什麼呢 困房稅 你有沒有覺得已經受到 想要打房的味道了呢 好 接下來牛年呢 可能會朝著高房價來磨刀霍霍嗎 那也許呢 真的 欸 房子 如果真的價格稍微 不要說打房啦 這樣一點點的話 大家真產報國的意願 是不是就會高了一點呢 所以啦 我們說不管如何咧 我們說有土是有財 真的嗎 或者是你用房子來養老 真的嗎 或許是你養這個房子一輩子 養完你就老了 小偉啊 衛星的商機在哪裡 我要帶你飛到天上去 衛星的商機在哪裡 客人 沒錯啊 就在青天上啦 好 為什麼我們會講這個呢 因為行政院在今天通過了 太空發展法 蘇貞昌院長呢 還引用了五月天的歌 頑固 好 說什麼呢 臺灣衛星產業鏈成型了 當然呢 不讓馬斯克專門預先 臺灣有自製衛星 探空火箭的能力喔 你知道 果然啊 臺又帶動了 臺廠的相關概念股 臺灣的衛星 尤其 連阿豬就有了 你知道嗎 掌聲鼓鼓勵 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臺灣差一點就進到了OECD的 太空委員會 欸 高老師 是 真的有這個機會嗎 真的有這個機會啊 這個是聯合國的次組織嘛 對 因為我剛好就是牽線人 因為我去呢 我去那個巴黎的那個OECD開會 那他們總秘書處 剛好要成立一個 成立一個叫做 Space Economy 太空經濟喔 太空經濟 他就說 我們OECD當Chair 當主席 那你們臺灣呢 你們來當副主席好不好 我把手伸很高耶 我把這個爆回來臺灣啊 被打槍 被我們政府官員打槍 那我不要講哪一個部會啦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說 哎呀 不可能啦 我們臺灣技術落後啊 對不對 發展太空產業 對我們沒有什麼效益的 那時候 那時候 明確有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那時候沒有跟上 那問題啦 那時候我們的技術真的落後嗎 其實沒有落後啦 其實我跟你講 臺灣有很多的這些 學者 專家 其實都在國外 這些人很厲害 就厲害 甚至其實早期 你知道 現在馬斯克不是在講嗎 他要做一個天網計畫 是 把所有的那些衛星打上去 衛星打上去 其實我跟你講 那個2000年的時候就在講啦 因為我就是業者之一嘛 我做通信的嘛 那其實那時候 其實他 馬斯克是提案 就是把400顆衛星 就那時候還不是馬斯克 那把400顆衛星打上來 結果後來啊 打扣Bubble之後 那個計畫行不通 就沒有繼續做 但是呢 到馬斯克 你要他把這計畫 又拿回來自己做呢 他知道為什麼 因為當時的火箭技術 還沒有那麼好 所以你要打400顆衛星 你要打 你要打幾根火箭上去 是 400顆嘛 400顆火箭嘛 對不對 但是呢 Elon Musk 為什麼這麼厲害 因為他的SpaceX The Falcon火箭 可以射上去 又回來 射上去又回來 他是可以回收的 通信的概念就對了 對 所以這個大大的降低的 打飛 打衛星的成本 而且呢 第二個就是說 衛星現在越做越小 以前一顆衛星 一噸重 你要不要一噸的衛星 打到天空上 你要花多少能量 是 現在衛星 一公斤 好 台灣很厲害 台灣現在開始在做這個 一公斤的衛星 大概就這麼大顆 就這麼大顆 然後全部都是非常輕量的材料 所以我一次可以打多少顆 以前一噸 一噸打上去 現在一次打100顆 所以 一顆火箭可以打100顆 射衛星就像射衝天炮一樣 對 射衝天炮 講射衝天炮 我就講台灣火箭三艦克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陳彥申 這個我們台灣裡面 做火箭 做太空裡面 專家中的專家 為什麼 因為他之前就是在NASA的 是 NASA的專家回來 那他現在成立一間叫 晉升火 那個晉升太空科技有限公司 所以台灣的第一支火箭 現在製作的就是他 那這支火箭呢 多厲害呢 我跟你講 大家覺得火箭很可怕 會爆炸對不對 因為火箭都要 但那個什麼燃料啦 你看那個太空說 個人比他會不會 砰爆了 對不對 其實呢 台灣技術很厲害 我們有那個火箭燃料 是不會爆的 它叫混合燃料 用什麼呢 用輪胎 然後跟孝器 輪胎跟孝器 輪胎跟孝器 兩種混合都不會爆 那這樣推升的能量夠嗎 夠 所以呢 這支火箭呢 就像螢幕我們看 他叫 之前他的名字叫 飛鼠火箭 碰氣啦 背氣啦 為什麼 飛鼠是台灣特有種嘛 原住民的飛鼠嘛 所以這支火箭呢 做好了之後 拿去那個屏東要試射嘛 屏東大概前一兩年 大家都有聽說嘛 他後來改成了 飛鷹一號 為什麼 因為部落的長老說 鷹子比較好聽啦 不要用背氣啦 所以這支火箭呢 他那時候要試射的時候 其實他背負了一個 一個 一個 使命 什麼使命 他是全球 發射這個火箭的成本最低的 他比所有火箭發射 他只要十分之一的價錢就可以發射 而且呢 他可以打多少呢 700公里 700公里 就是你要飛出去700公里的軌道 他沒人管的時候 你要做要試射的時候 那誰來督導 誰來畫 沒有人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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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已經 那個蘇院長 今天拍板這個法案 我覺得非常好 因為表示說 至少院長敢說 我們應該要開西走 那開西走之後 部會就會分工 大家去把法規做出來 那我想 因為你知道 台灣半導體很厲害嘛 對不對 其實台灣工程界也非常厲害 那這些其實我都覺得 台灣在未來 在整個世界的天王 絕對有一席之逼 我們不要那種說 比副下放置尾頭這樣子 不要跨排名 等一下 但是我說實在話 因為我真的 我們比較有一個大佬 他是全 當年是會排名的 全國第二名進建宗 全國第十一名進台大化工 然後拿著NASA獎學金 到伊利諾大學 去讀碩士跟博士 然後回來做誤入歧途 踏入了補教界 哇 怎麼這麼缺責又離奇 但是他在補教界賺的 應該比那個還要多 不過我們說 今天法案 一拍板定案之後 果然相關概念股 就飆起來了 對 這不是NASA 但是這個也是一樣厲害 這個是SpaceX 那其實想說這個火箭發射 是不是又類似大炮 這個一響黃金萬兩 對不對 火箭發射背後的話 也是一大堆的錢在燒 那這個燒錢的話呢 或者是說金錢的投資 我們台場就是沒有缺席 所以不要想說 就是個火箭發射而已 其實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需要關注在其中 跟我們臺灣有關係 我們這邊列出來給大家看 你看像這個射頻收發 魔組的部分 對不對 微波高頻元件的部分 然後另外還有他整個衛星零組件的部分 另外跟地面連接的地面基地台 還有一些地面基地台的收發 那另外的話還有我們什麼印刷電路板 所以其實我們這麼多的廠 其實跟這個Starlink的計畫都是有關係的 都是在其中 那但是也不是只有太空而已 沒有飛這麼遠 有些東西沒有飛這麼遠 但是其實跟我們臺灣也有關係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戰鬥機F35 沒想到裡面的零件 竟然來自於我們桃園一個150人的小廠 那當然我們可以說做這個Alumia 做這個鋁合金加工 其實很早就開始做 我們今天跟大家講夜風了 然後他們其實兄弟一開始很早就做這個東西 不過你早期的話 做什麼做運動器材 做腳踏車對不對 那後來的話 有人是做鋁門窗 這個都是鋁的 但是後來他們兄弟分開以後 騎裝的話 這就專門做什麼 專門做是戰機規格的 特別是什麼 特別是做要支撐那個駕駛員 駕駛座下面那兩根鋁管 那那兩根鋁管的話 當然在遇到事情 說這個駕駛員要彈射出去 你這兩根鋁管撐著還有那個角度 其實就非常重要 那這個東西沒想到 我們就競爭過了很多世界的場 我們就把這個訂單拿到 那大家就會想說 那我們在這邊的優勢是什麼 沒想到優勢竟然來自於 因為公司小組織輕巧 好調節有彈性 比較簡單 等頭我一樣 對 沒有錯 那另外但是你說 我們有沒有一些困境 當然也是有 因為我們做什麼 阿魯明 台灣有招阿魯明 所以其實是99.9% 甚至可能都是進口加工在出去 不過這個其實是我們的優勢 也是我們的困境 那但是呢 我們剛剛跟大家講什麼 跟大家講 不管是航空 或者是太空 但是你如果說 念佛啊 竟然念到太空去了 這個聽起來會不會覺得很玄呢 來 我們講到 這個你不要以為這是一個是怎麼樣 什麼阿利不達 不是 拜託 我這樣講都覺得自己很沒禮貌 這是世界文化遺產 這個是世界文化遺產的 醍醐式 它竟然呢 跟這個民間企業共同成立 而且是後年而已 2023年要發射衛星 這個衛星呢 其實就像剛老師講的一樣 不大小小的而已 十公分二十公分三十公分 就大概是這樣小小的衛星 然後這個你講一下衛星 又沒禮貌了對不對 講多了會頭痛 為什麼 因為它叫做敬天願劫運室 那是一座廟 是佛教的怨事 那你不要想說 節運 我們這刷幼兒卡 不是 拜託 這個怎麼這麼沒有慧根 節的話呢 是節惡節難的節 運的話是什麼 觀自在菩薩 大家有沒有記得 召見五運皆空 度一切苦惡的這個運 是非常有佛教底運的 好 他就把他要打上去 打上去 不是就讓他在那邊繞啊繞的 就沒事 哦 不是 每年要有宇宙法會 所以其實我們真的很難想像 太空的商機這麼多 多到連吃災念佛 可能都有關係 不過說實在 如果你把佛像給打上去 不知道下面都不知道 大家跪在那邊參拜 你知道我有去看人家放風箏 他放上風箏什麼 觀世音菩薩 那多少人開在那邊 有天性哦 那問題來了 大國的角力走到現在 G7要召開了 英國有提出來 不只要G7 還要D10 叫民主食國 所以接下來呢 是不是也朝著中國來磨刀霍霍呢 我們再來歡迎資深媒體人 正好壞友花哥 大家好 新美式元宜元之 大家好 有人說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後 對中國的態度是軟中代應 但是現在看起來 不是不只是軟中代應 似乎軟中太硬了 昨天呢我們說美日印澳四國四方視訊的會談裡面 不是有說嗎 川歸拜隨 不只如此 還有今天的G7峰會要登場了 美發 德英也同意 會密切合作來面對中國的挑戰 而且大家也看到到底軟中代多硬呢 這拜登跟習近平呢 不是除夕通話兩個小時嗎 現在綜藝本曝光了 那大家說很奇怪啊 那綜藝本怎麼會曝光呢 重點是消息人士放出來的 好消息人士到底是誰呢 我們在今天有獨家揭秘喔 我跟你講 其實這一切 我們來賓會告訴我們 天文哥 這個拜登 其實跟川普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人真的是心思非常缜密 而且免禮長征 那我常常講他是天蠍座的 天蠍座的個性根本 對上習近平來講的話 習近平真的不是他的對手 天文哥我現在想先問你一個問題 你現在懷疑他老人癡呆嗎 我不懷疑他老人癡呆 我覺得他是故意裝蒜的 你就故意這個所謂怎麼講 就是說這個扮豬吃老虎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G7 G7在19號就今天上場 那為什麼今天上場 其實很奇怪 原本這個G7 通常都是在五六月的時候 在夏天的時候辦的 但是現在呢迫不及待 因為拜登一月二十號就職之後 馬上我認為跟這個Johnson 因為今年是英國是輪子主席國 所以跟強森喬好的說優先 趕快用視訊的方式 先瞭解一下 讓所有的國家都知道 說美國我現在在想什麼 我們的政策在做什麼 對 無睹有耳 除了G7之外呢 聲鼓聲啦 對 你看到這個所謂的 CORD 四方會談 這個是什麼 川普當時提出的 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這個時候成立了 美日澳印 就是印就印度嘛 澳洲澳洲日本 這些國家呢 形成所謂的四方同盟 那原本呢 在2019年9月的時候 在聯合國那時候 四個國家的外長 就齊聚在一堂 召開第一次外長會議 結果在2020年 就去年的時候 在10月 記不記得蓬佩奧當時到東京去 就參加第二次外長會議 結果呢 原則上應該是今年的9月10月 才會再辦第三次外長會議 結果迫不及待 布林肯馬上跟這三個國家的外長 用視訊的方式在18號就昨天呢 馬上進行了所謂的四方會談的一個外長會議 你說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些國家對美國來講話非常重要 他現在不就在結盟嗎 那在用結盟的方式 以前怎麼講 川普總統就是什麼 用單打獨鬥的方式 我們美國跟你中國對幹 但是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拜登政府不是要講求多邊主義 結盟政策嗎 所以他今天你看到他在除夕的之前 小年夜的時候那個時間 他打電話給習近平 然後跟習近平講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事實上我認為都是先禮後兵的概念 我今天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然他在跟打這個習近平電話之前 他已經找布林肯跟楊潔篪也打過電話 當作那個提到的東西 除了一句話好話就是新年恭喜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壞話 其他都說新疆問題 我看到了 香港 台灣等等這些 還有你在南海的座位 還有等等一些人權的座位 這我都看到了 你事實上說真的 兩國之間哪裡有什麼合作的空間 完全沒有 你說氣候變先 好了現在拜登他已經回到了巴黎協定 這就早就結束了 那其他的領域沒有得談 為什麼半導體晶片等等 這類稀土 這類整個拜登政府重新來 所以你看到他其實在G7上面 你看到G7他說什麼 說要這個所謂的捐20億美元 20億美元要做什麼 先做一件事情就是買疫苗 然後給第三世界國家 這在什麼 在對抗中國的疫苗外交 這不是嗎 然後四方會談 四方會談這四個國家 也再次確立所謂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 那不就是所謂的穿跪敗水的概念 所以就封鎖中國的南海 對 就簡單講就是說 美國他現在所有的政策 基本上都已經底定下來了 那現在他巴不得 趕快先跟其他國家去談 談這些事情 談完之後呢 本來就是說 本來美國的規劃 也有這個英國的規劃 說今年的這個G7 就是七大工業國 希望再加另外三個國家 那三個國家就是澳洲 南韓跟印度 那這時候形成所謂的D10 就所謂的自由民主國家的十個國家 但日本反對 但為什麼日本反對 因為主要原因是 現在日本跟韓國也處不好 那他怕說這個話語權被搶奪 不過日本跟韓國一直都處不好 對你看日本 他其實上在G7 就是所謂的七大工業國裡面 他常常在海洋議題上面 扮演一個非常主導的一個角色 也就是說所有的譴責中國 當然不會指明說中國 但是事實上所有的海上安全 或是海洋安全的這一塊來講話 都是由日本主導 但這個接下來會被德國牽著鼻子走 因為畢竟歐中協定牽了 那你看G7也是德國在裡面 那英國雖然拖了歐盟 但感覺起來是要看德國的眼睛 而且德國是在中國 拿到最多好處的 是 他的二B一A 通通往那邊送 對 但是問題是什麼 因為德國他也是民主國家 現在重點在說 過去德國梅克爾 他跟川普的關係不好 所以當然對川普的所有政策 他基本上還是保持的一個 一個保守的態度 但現在不一樣 因為拜登的手已經伸到歐洲去了 拜登準備來處理歐洲失誤 那梅克爾當然現在他任期 差不多快結束了 所以整個德國的這個角色 我們其實可以再密切觀察 但是德國他跟中國之間 的確是有這個經貿往來 非常 賺中國錢賺了非常多 一年賺了兩百多億美元 那整個歐洲來講 唯一就是他賺中國的錢 其他都是中國賺歐洲的錢 那其實你可以看到拜登講話 其實很清楚 他其實在這個所謂的重點來了 就是我們一直很好奇說他兩個小孩到底談些什麼 沒有想到居然有逐字稿 是也就是說他其實這個透過這個媒體 西方跟他訪問的過程當中 他釋出了所謂的一些訊息 你看美國故意釋出來 而且把這個相關的文字把它寫清楚 他告訴其實告訴這個中國習近平 就告訴他說 你新疆人權香港還有西藏還有臺灣 等等這些問題呢 你知道了喔 你知道我會怎麼做喔 感覺跟他嗆聲了這個概念喔 你知道我會怎麼說你應該應該要做一些事情吧 這感覺好像是什麼 我就是老大我在跟小弟在講話的感覺 然後我說你懂的喔 你懂我在講什麼這個概念 就用眷村的說法就是你罩子放亮一點 對意思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在想說 大概是給習近平大概一兩個月的時間看看 因為習近平現在還要過所謂的兩會 三月五號的時候兩會舉辦 那之後的話看習近平怎麼做 如果習近平太過惡劣的話 那不好意思 我相信拜登他直接接下來制裁可能會更多 而且對中國的壓力可能會更加施加 更強硬的壓力 但這個消息人士到底是誰呢 竹字稿為什麼故意釋放出來 因為是美國的一些官員刻意的釋放出來 就是說希望能夠矯正一些媒體 對於他的過度解讀 說他是拜登是反對的什麼 反對臺灣的反對什麼新疆的東西 對中國打壓 事實上不是 因為很多媒體亂做新聞 那事實上的話 美國官分正本清源的概念 就告訴你說 事實上拜登是挺西藏 挺新疆人權 挺香港還有臺灣的 我們說川普他是什麼 他就那種幫派卸鬥 單挑啊 單挑啊 那拜登呢 老兄弟 找一群人 違歐中國 沒有 他是找一群人 違歐中國 他不是單挑 不過接下來有個很重要的位置呢 可能要出爐了 這個人選造成是誰呢 對 美國駐中的大使 現在說有人選啦 尤华哥 現在人選大概是美國國務次卿 我也曾經講過 有可能是伯恩斯 為什麼會是伯恩斯 那我待會再講 那我先講 這一份文稿 逐字稿是誰洩漏出來 AIT的層級是太低了 層級一定到達國務院 一定到達國務院這個層級 然後拜登對中國的政策 一定是硬中帶軟 他會非常強硬的去用框架 我必須要跟你談這些問題 至於怎麼談 會談出一個什麼樣的結果 我要看你表現如何 這個是拜登的做法 因為我有一個很要好的朋友 在幫拜登助選 那今天上午我還跟他 他稍微通了一個電話 通了一個電話 他就直接了當告訴我 他說不要去懷疑拜登 他會對中國大陸軟到什麼程度 你們應該要想想看 從他就任這一天 一直到小年夜的談話 他說了一個事實 哪一個事實 如果你中國大陸 你還這樣子做的話 我會更硬的 所以他不是軟中帶硬 他是硬中帶軟 就是讓你框架先把它 就是我對你硬 但是我們有迴旋談判的空間 對 這個是拜登的基本政策 不必懷疑了 那其次我們來談到 駐中國大使 駐中國大使從川普 川普現任前 美國駐中國大使已經辭職 現在他們都是我們可以講 應該是類似公使在北京 那現在傳出大概是三個人 一個是伯恩斯 一個是伊曼紐芝加哥的市長 還有一個是吳昭燮的好朋友 叫做沈大偉 那最有可能性的就是這個人 伯恩斯他曾經擔任過國務院的發言人 那這邊我舉兩個非常小的故事 因為我有跑華府的記者 那晚上截稿以前 他發了一封電子郵件 給了伯恩斯 他那個時候是擔任發言人 然後他就講了一句 他說對不起 我們晚上12點半截稿 那是不是你能夠 他差不多是11點 對11點40 結果五分鐘不到 他馬上回復 就是馬上回復我國務院 但是他說你不要用我的名字 他用匿名的方式 但是一看就是知道他 然後第二個小故事 各位曉得他是駐北約大使 他駐北約大使剛剛好 普京想要擴張 那普京在擴張的整個過程當中 伯恩斯各位看看 他在奧巴馬時代 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個敘利亞移民的問題 就是歐洲難民的問題 那他的態度是非常強硬 而惹得德國英國非常不愉快 還有一個呢 那普丁的擴張 他是運用了外交的優勢 他要求北約 你必須強化軍備 不能老靠我美國 所以如果是他擔任 駐中國大使的話 大概拜登比較放心 那況且他的資歷比我的朋友 Kampbell跟那個布林肯還要深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是他的話 就是證實了一件事情 拜登對中政策一定是硬中帶軟 如果拜登是硬中帶軟 那這麼強硬的態度之下 中國怎麼大內宣 好大內宣還是要做的 因為畢竟對外碰壁啊 所以只好對內來求一下溫暖啦 好 中共建黨百年 我們不是說了嗎 結果沒有想到新一輪的造神運動 也開始囉 央視播放了45分鐘的專題 來歌頌習大大 裡面內容等一下聽就知道了 就是要統一思想 好 外媒說 這時候幹嘛放這個呢 就代表共產黨裡面現在派系鬥爭 是很嚴重的喔 我們先來看 黨的十九大剛結束 習近平總書記就帶領中央政理局常委 到上海沾養黨的一大會主 到嘉興沾養南湖紅船 重溫建黨歷史 宣誓入黨誓詞 這樣的行動表現出了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新界中央領導集體 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堅定政治信念 秀水泱泱 紅船依舊 時代變遷 精神永恆 96年前 承載著民族希望的小小紅船 如今已經變成 承載著13億多 中國人民希望的巨輪 現在真的是無所不做大內宣 就連選個院士也要 你要知道 因為對中共共產黨來講 最重要的他們在遵議會議 在井岡山落潮的時候 要喝什麼 要喝茅台 非常正確 連喝茅台 都可以喝出院士 沒錯 其實我們知道 現在中共最主要的大戰略目標 叫做科技新國 可是科技新國 它代表一件事情 我們說中國裡面 很多人想要成為科學家 我一輩子就要來為國家奉獻 所以我們必須得要選出院士 結果就發現一件事情 院士它是學術圈當中 最頂級的大佬 大神 結果他選出來是什麼 茅台的總工程師 所以我會發現一件事情 感覺他們的院士跟學術圈裡面 好像在唱浪子回頭 夜安夜支夜支的 夜安酒一杯一杯的喝 結果你發現 他們的院士選了什麼 中國煙草總公司的研究員 跟茅台的研究員 那結果我們會發現說生物學的教授 還擔任了這個美國西北大學的榮譽教授 結果就會落選 那代表一件事情 你說中國的網友說舉國都接醉了 基本上拜登也不需要來跟著 我們說中美貿易戰 因為我們基本上我們科技新國 我們要去發表的發揚的 這樣一個科技就是煙酒的科技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可是習近平不是剛罵完這些紅二代 要嘛死在床上 要嘛死在酒桌上 對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感覺好像圖文不符 感覺好像上行下校這件事情 好像理應外合沒有做好 可是問題是 你會發現茅台的總部 還會與王力技能大師的工作室 所以我們會知道一件事情 其中院士他們的提名規則 就不斷的被中國的網友跟民間去批判 因為你會發現院士 他基本的制度是什麼 只有院士才能夠提名院士 所以就會發現近親的繁殖 最後的結果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知道說 其實在B站當中 他有做出了這樣一個科研 基本上科學界的當中 他們的這種結清 長江跟千人 他們是所謂的 從博士的學術的最底層 到了教授 助理教授的中層 到最後的是所謂的最高層 也就是院士 那你在經歷的院士的中間的時候 你就必須得要有結清 長江跟千人這樣的一個計畫 那可能很多人類就是不太理解 但是這是他們學術圈當中 最重要的一個通關升級的遊戲 就有點像是在玩這個英雄聯盟當中 院士就是精英的存在 中間就要經過那個鑽石白金金牌銀牌銅牌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所以這個學術的上層當中 我們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院士全中國大約才多少個人 一百多個人 一百多個人你沒有發給生物學的 你沒有發給細胞分子學的 你沒有發給這個軍事科技的 你結果你發給了茅台的 他代表的事情是什麼意思 他創造了經濟 他創造了經濟 他跟科技沒有關係 對 所以現在就很多中國網友在批評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接下來中國當中的菸草公司 已經是院士 那會不會提名出第二個 第四個院士 一遍二 二遍四呢 那個茅台也會提名出更多的院士 這就是現在中國最特別的地方 可是我們要看到說 貴州茅台最近其實在 銷售的這個產量當中 發現一件事情 因為春節的期間 現在已經過去了 可是貴州茅台公司 為了要穩定市場的價格 他就有寄出一些規定 這些規定是說 我規定你說這個貴州茅台酒 只能夠賣1499人民幣 貴的事情是什麼 是為了說 不要透過有太多的中間商 或是太多人來去炒作 結果就發現一件事情 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我們發現無間不成商 做什麼事情 結果他把這些所有的貨 全部都囤起來 上行不下效的結果 卻發現一件事情 他規定說這個1499 只能賣一瓶 結果現在賣多少 賣成說3300塊一瓶 為什麼 因為可以拆箱 他拆箱的時候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拆箱之後的這個 貴州茅台酒 變成2499 那這其中就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來回價差當中 發現原來貴州茅台酒的箱子 變成了500塊人民幣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這原本的箱子只是因為 印上了貴州茅台酒 身價也水漲船高 不是後期版的 一個箱子就2000多塊台幣 那可是如果是一般的這種尺寸 規格的箱子是多少錢 3塊錢台幣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茅台賣得太夯了 所以可能是要去賣假酒莊來用的 對 沒錯 所以其次我們來看下一個 其實我們會發現說 貴州的商人 或者是在中國商人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很多都會有這種話題性的行銷 除此之外 最重要的事情是這個 信堯茅尖集團 最近改名 他可能有找命理師 連名代姓的全部都改了 他改成什麼 國籠茅台 結果就發現一件事情 他要上市的時候 因為這個話題性他擬定了這樣的一個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 這樣的一個指令 跟這樣的行政命令的時候發現 盤中一度大漲30% 因為大家以為他是茅台 大家以為他是茅台 可是這件事情其實很特別 他這個指令這樣子指出來 很多網友都說 這是四兩撥三萬億 為什麼 因為信陽茅尖公司 他們的市值 大概9000萬這個美金 結果 貴州茅台多少 5000萬的美金的 這樣一個市值 你因為這個樣子去蹭到了 貴州茅台的這個姓名 結果就讓你這個市值大增 可是問題是 這件事情商標局會不會去查 其實是會的 所以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有一個印象 2019年之前貴州茅台 曾經17度 要跟這個商標局去申請 我要改成國酒茅台 結果卻發現 這個港股上市公司 這樣申請嗎 申請不了的貴州茅台 結果信陽茅尖公司 這樣發了一個說我變成國龍茅台 所以大家以為說 好像是茅台很厲害 不是 商標蟑螂 是國這個字很厲害 因為商標局是說 你不能叫國酒 國酒會有市場壟斷的嫌疑 所以你說信陽茅尖公司 真的可以改名成功嗎 完全就只是在炒話題而已 不過你知道 其實酒不要喝太多 我們說喝酒傷身 你知道在那個大宇 大宇自鎮那個大宇 大宇喝過酒之後 他就講了一句話 他說一定之後有個國家 因為酒來亡國 結果這件事情就在商座王身上出現了 那我們都知道 傳說中的商座王酒池肉林 他非常喜歡喝酒 喜歡到什麼程度 那個酒一翁一翁這樣釀 來不及了 那個酒是挖一個類似游泳池裡面 直接就釀 釀到什麼程度 釀到只要有一點點酒味 受不了就撈起來喝 但是問題有時候不是出在酒 是中間的載具 以前用的是青銅器的杯子 青銅器是銅錫鉛的合金 所以當你在裡面喝酒的時候 漸漸它會釋放出微量的鉛 鉛喝多的是什麼 會影響你的腦部 影響你的智力 所以你看我們說 所有大朝代 所有那些歷史上 那些昏君喜歡喝酒的 到最後它行為都會非常的怪彰 所以這個選院士 問題也不是在酒 也不是在茅台 而是在舊經濟 要顯示這個建黨百年好棒棒 我們的經濟好厲害 這不也是一個大內宣嗎 是不是有 華哥 它除了是大內宣以外 它更重要的是一切向前看 那貴州茅台廠呢 那我曾經去過 那個時候是陸委會 陸委會是在李登輝 剛剛成立陸委會沒有多久 那貴州茅台廠 他曾經發邀請函 請我們新聞界的過去品酒 那品酒呢 它有兩個地方 一個是集團總部 還有一個是它的製酒廠 還有一個是它包裝廠 包裝廠呢我沒有去 包裝廠在貴陽的南部 其他都在貴陽市裡面 那我們先到總部去 先到總部 我一去看了嚇了一大跳 它那個牆上啊 什麼奢契爾啦 還有各國政要品嚐茅台 克森 對 所以呢 它就說 這個酒是中南海必備的國宴酒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呢 它就我們參訪完做完簡報 做完簡報我們就到它的酒廠 就是包含它的酒窖 它的釀酒的地方 那個時候是1992年的時候 我還記得有點破破爛爛的 破破爛爛的 但是呢 我們也準備了18瓶一箱的 金門高粱 金門高粱 那他們呢就是茅台 那茅台的純度大概是 53 53 那金門大概是58 58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品酒 品酒完了以後 他們跟我們怎麼講 還是金門高粱好喝 他還是講說金門高粱很好喝 然後他們也問我們 那個相關的釀造技術 應該怎麼樣 那我不知道他有沒有 跟金門酒廠合作 那我不曉得 但是呢 我們告訴他 金門酒廠的酒 真的是很好 這一個 那第二個呢 各位曉不曉得 貴州茅台曾經創紀錄 一瓶多少錢 各位想想開 一瓶多少 4200塊錢人民幣 4200塊人民幣 換句話說 一瓶大概在18000塊台幣 那個時候 兩萬一的時候 將近一瓶兩萬一 因為他們那個時候 那個炒作 普爾茶 色香 那些 4200塊 包含一個包裝 各位曉不曉得 500塊 所謂500塊 是新台幣 那個時候的貴州茅台 但是我沒有想到 貴州茅台就是靠著這樣子 一路炒作炒作炒作 你炒作上來了以後 一個紙箱都要人民幣 將近500塊 那時候如果你把貴州茅台 買下來存貨的話 比台積電還賺 對 但是呢 我告訴各位 貴州茅台那我喝了很多次 那我家裡還有兩瓶 那我喝了以後 我還是覺得台灣的酒是比金門高粱的酒 的確比貴州茅台好喝 因為貴州茅台各位曉得 你喝的都是一個味道 那個香料味太重啦 香料味太重 還有釀法跟 比我們金門高粱還要差 所以各位就是說 不必再炒作貴州茅台 但是它這個價格高到這種程度 我相信大陸老百姓能夠買得起的 真的是不多 所以習近平很多人大家都說 他現在重點就是在整頓他們的經濟嘛 那就要朝企業主來做開刀喔 之前不是馬雲嗎 馬雲蹲完現在馬化騰蹲 這個馬化騰裡面 騰訊的構成也遭殃了 你知道康熙朝的時候 有出一個非常知名的宰相 叫做馬騎 馬騎跟他弟弟也都是位居高官 所以當時有一句俗言的叫做 二馬吃進天下朝 那現在的中國大陸呢 是馬雲跟馬化騰 二馬吃進的網路財 潘老師 我們本來還在擔心馬雲 那但是二馬之一的另外一馬 他的騰訊 現在看起來好像有一點風吹草動了 怎麼回事呢 他其實公司裡面的高管 也就是我們講到張峰 那他到底在公司裡面的高管 是高到什麼程度 現在很多人的說法都不同 那他到底怎麼回事 原來是他把他們騰訊裡面的這個微信 或者我們叫做WeChat 把他的資料做不正常的使用 收集了之後提供 那這樣聽起來有很嚴重嗎 多不正常 我們就不知道到底怎麼回事 這不是官方常要他們做的事情嗎 是啊不就是這樣子嗎 而且你是把資料 他在受調查這段期間 大家的這個騰訊會想要誰嗎 畫騰嗎 這段期間好像有神隱對不對 所以我們大家就會開始擔心 不過就回到我們剛剛問的問題是 你收集資料對他們來說 不是常常做這個事情嗎 而且你資料是交給誰 我交給公安部的副部長 這有什麼不可以 這聽起來好像 而且說實在話 我們也不要笑中國 臉書也幹過這種事情 不是都會做這樣的事情嗎 好 那現在 這副部長是不是誰的人 沒有錯 所以現在問題就來了 現在呢 現在雖然說他們兩個一百的 第一個一百來 應該很開心 應該喜氣洋洋 但是他們現在開始在擔心什麼 擔心接下來要來的二十大 對不對 是不是能夠三度連任 所以是不是要整肅一些力量 就是剛剛講的 你這是哪裡的人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搬你給整肅 另外的話還有什麼 這個習大大其實他當然 他其實之前的話 文宣這邊筆桿子收編了 軍隊裡面的槍桿子收編了 但是政法單位的話 這個刀把子 有人是說他現在可能 就是要往這個方向去做 所以你既然我要處理刀把子 你在這邊洩密給他這個公安系統 你是不是在這邊找我的麻煩 所以是不是從這個角度來看 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 Ru Trump 為什麼 這個就講到疫情 不小心說真話 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這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媒體 你竟然在裡面公佈出來 跟我們的指揮中心不同調 不同調就算了 差十倍 你知道這個叫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叫誠實 誠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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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當然說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你連錯三次 你到底是有多不好意思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你說是不是要處理一下 是不是要處理一下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再看回來 比較麻煩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剛剛講到 現在的話 為什麼要整數 為什麼要肅清 希望鋪一個康莊大道 直達這個明年的二十大 對不對 政治很正確 怎麼會現在被找麻煩 是啊 我們剛剛講要直達二十大 來我們先看已經結束的十九大 雖然在二零一九年 那十九大那個時候非常有名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因為習大大呢 他發表了三個半小時的演說 而且在中間 大家很多人拍手 誠我覺得騰訊 其實他非常厲害 他做了一個小小的手遊 你把它下載之後呢 他其實這個手遊玩很快 只要十九秒的時間 為什麼因為十九大 十九秒之內 你就給他按我要鼓掌 哇塞真的是會拍馬屁 他累積了十三億的掌聲 他其實第一天就四億 這賺了多少錢 就是一個很呆的小遊戲 你就一直點 那幫習大大拍手 這不得了 那就不錯啊 習日我幫你拍手 今天你想斷我手 這像話嗎 為什麼 後來的話來你看 他其實是網路賭博的 一個這個遊戲 天天得之後 大概是有趣的遊戲 但是重點是來了 什麼原因被迫下架 不能夠再儲值 什麼原因 因為要防止近視 要照顧小朋友 只因為防止近視這個原因 很厲害 房子說不要喝酒 就把茅台給禁掉了 很大的帽子 所以其實 因為茅台是國家賺走的 然後另外 對這個的話 拜託好不好 這個另外的話 我們再看到 還有呢還沒玩 另外還有什麼 有在玩遊戲的人 就知道啊 魔物獵人多紅啊 對不對 從家裡的遊戲主機 紅到電腦 紅到網路 結果呢馬上 才出來幾天而已 就因為跟國家政策 不服很多人舉報 就下架了 所以這個當然是發生在 大概是十九大只好 但是問題就來了 除非是要幫二十大鋪路 另外一個原因是什麼 剛剛講到 茅台是國家的 那你這個民間企業 你是誰的呢 我讓你發達 你就發達 我不讓你發達 你當然就發達不起來了 不過我們說實在話 其實我這幾年 也幫手遊拍過一些廣告 你知道現在我們遇到廠商 手遊最敢砸錢 尤其那種大型手遊 你看到那個廣告裡面 什麼任達華 古天樂 連理連結 一直傳說 病危的都出來了 那你說難道 手遊這麼大利益嗎 那因為利益大 去控制他嗎 還是因為個資 必須得去控制他呢 還好你是在台灣 你萬一是在對 的話不小心站錯邊 你現在可能也不會 站在這邊了 你知道就拜拜了 好重點就來了 為什麼要找他們開刀呢 這背後的人物 是不是又是江派呢 尤華哥 大概四個方向 第一個方向是武漢的疫情 他把真實數字公布 那第二個是二十大也即將召開 就是兩會即將召開 以前他一定要管制言論 那第三個各位曉不曉得 過去共產黨公安單位 是有公安軍的 除了武警部隊還有公安部隊 但是習近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的時候 他始終想要收編 一個武警他已經收編了 那公安 公安長期以來是掌握在江派的手上 然後各位大概不了解孫力軍 孫力軍他是孟建柱前公安部長孟建柱一手提拔 從北京一個小小的派指所的所長 一路做到公安部的副部長 好這是第三個 那第四個為什麼你騰訊會惹上麻煩 因為騰訊總部那我去過 那騰訊總部在深南大道上面 他那個那一棟大樓 南邊是往機場北邊 北邊到底就是騰訊總部 那我每一次去深圳的時候 那我都會到騰訊總部去參訪 當然參訪不是說最高層接見 而是說業務單位 其實騰訊真正賺錢的部分是手遊 你好比說鼓鼓掌 那你19秒以內你能夠鼓幾次掌的話 他會說什麼新年的紅包多少錢多少錢 他是靠這個點閱量去賺錢 然後他就告訴廠商 他就告訴廠商 你這個點閱量多少 你看所有的央視那些 那些廣告 對 所以騰訊是靠這個賺錢 那這一次孫力軍他會出現問題 大概是第一個 中國大陸的高層他也在使用微信 是不是你想收集 這些高官的對 資料 對 高官的資料 還有第二個 就是說孫力軍因為他是屬於江派 那習近平又整頓不了他 他又要武漢疫情的資料 那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個武漢疫情的資料 他要提供給誰 不然的話一個公安部的副部長去要這些資料 騰訊他會給的啦 他會給的 但是不能說那我要的資料那你抓我 一定是有其他的原因 是不是跟當年的薄熙來去監聽黨中央的電話 一模一樣 就是妄議中央 那第四個就是比較重要的 就是說孫力軍至始至終都不是習近平的人 那這個時候你的習近平是想要掌握公安 那順便我要讓騰訊聽話 一定要中間是有一個牽連嘛 所以張豐跟孫力軍同時落馬 應該是跟政治因素有關 不過你看我們剛才這個 講茅台的時候提到嘛 你只要蹭茅台的這兩個字 股票就大漲 那我很長一段時間 我喜歡看大陸拍的那個歷史去 為什麼 他們是失憶人口 你想演誰 他就找幾乎一模一樣的給你看 你要毛澤東嗎 我給你毛澤東 你要孫文嗎 我給你孫文 你要馬雲嗎 我也可以給你馬雲 因為最近馬雲不是很難得再出來嗎 那沒有想到郭文貴又來爆料說 其實馬雲呢 當天出來是被槍 不是指著頭 指著背來講話的 甚至還說他在外面有個小女朋友 這女朋友還幫他生了孩子 總而言之那一大堆 我說實在話 他講的這一段我通通都不相信 你拍電影嗎 對 那馬雲有事情 小馬雲也沒有很好過 對 小馬雲是誰呢 大家如果說還有印象深刻的話 他就是2015年 在江西的一個農村裡面的一個小朋友 因為他長得真是非常像馬雲 你知道馬雲他其實長相是蠻特別的 有外國媒體形容馬雲的長相 是深凹的顴骨混亂的頭髮 然後淘氣的露齒笑 然後他的身材跟拿破仁一樣無齒高 可是卻有拿破仁一樣的遠大的志向 那這個小馬雲雖然沒有像真正的馬雲一樣 有遠大志向 但是他長得真的太像馬雲 他那種像不是說我像吳彥弩這種像 也不是說 對啊 你哪個結論 你這個結論從哪裡來的 沒有 是不是比我像嗎 也不是說像呂捷跟吳彥 跟古天樂那麼像 而是是真 我說實在話 對 你說我像古天樂你是在冤枉我 你是在冤枉我 嚴格說起來我比較像 嚴勤不要跟張榮偉 我不好意思講 但是因為他就是胎像馬雲 他真的是靠臉吃飯你知道嗎 他就是曾經被一個路人拍一張照片 放到網路上 大家說怎麼那麼像 然後後來就吸引了一堆人去找他拍照 然後2016年的時候 有一個網友就披露了這個小馬雲 他悲慘的身世 因為他的爸媽都身體都有殘疾 爸爸因為被蛇咬截肢 媽媽也是小兒麻痺 所以身世非常可憐 結果馬雲居然說 好 他要來認養這個小馬雲 他所有未來的學費 那他當時才七八歲而已 結果因為實在太紅了 有人只要拍電影 有人只要代言 有人只要直播 而且我跟你講更扯是什麼你知道嗎 更扯是還有人找去吃飯 這到底是什麼心態 就是我今天約不到劉德華 然後我就找一個長得很像劉德華的小朋友 陪我吃飯 小劉德華來我來請你吃一塊肉 然後很高興 然後每一次吃飯的出廠價 還可以有500到600塊人民幣 這是什麼心態 他也會想找小林志玲吃飯 真的嗎 我想過 但我沒有這樣 你可以找我 我不收錢 不要 我不喜歡長這樣 長太帥了 所以你知道嗎 這非常誇張 他非常非常紅 然後後來還甚至 跟一個網紅的公司簽約 然後去拍影片 他的影片在抖音上面 哇賽 粉絲不得了 有好幾萬到幾十萬 結果你知道嗎 最近因為曾經紅過 可是後來 後來因為馬雲也消失了 馬雲也不行了 所以最近小馬雲他叫范曉晴 被發現他又回到原來的農村了 回到農村很奇怪 他是2008年出生 現在應該大概14歲左右 可是他身材還是跟5歲小朋友一樣 他被發現他腳上有很多針孔 可能是被注射到那種抑制成長的針 就是讓他維持那種小小的很可愛 很像小馬雲的樣子 還有就是很怪 人家問他說 2加2等於幾 等於2 2加2呢 3 就是他回答不出來那個數學 感覺好像也是智力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他到底是因為沒有上課 沒有去學習變成這樣 還是被真打壞的 這就不知道 可是本來其實馬雲有支付他學費 網紅公司有安排他去上學 可是他也是愛去不去的 所以現在就被發現怪怪 他只會不斷的重複就是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你給我起來 感覺好像不意見透露了 因為馬雲不行的 所以害他也遭殃 所以希望馬雲可以好好起來 那所以呢我今天就為了他準備了一首歌 希望能夠獻唱給他 那因為他 那這首歌叫笨小孩 因為他2加2都不會嘛 好啦 那希望這個小馬雲你一切都好 喔喔喔 寧靜的小村外 有一個笨小孩 他長得很像馬雲 十來歲到城市前 月望紅公司編稱專欠的工具 醉一乎乎乃 馬巴巴消失的實在是太快 害怕的流量不再 哎呦 望著胸口拍拍啊 勇敢站起來 不用心情太壞 一起來 哎呦 望著天空拍拍啊 別想不開 老天自由安排 老天在笨小孩 就舉進 對 圓之歌是好不好呢 大家心照不宣喔 不過接下來用心照不宣 為什麼用這個照這個字呢 好 習皇帝嘛 連選個院士呢 居然都要茅台酒院士 這什麼意思呢 這不就是中共經濟繁榮的一個大象徵 共同指標嗎 好 之前他們選出了煙酒院士 那給個什麼理由呢 他們說啊 因為呢 這個煙草呢 稅收對經濟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讓大家說 這個不就是中共內循環非常正確的姿態嗎 但現在被罵翻了 因為拍告代嘛 我們說啊 G7今天晚上要登場了 那有人說 G7還是會改成D10 但不重要 我們說G7他們常常會提到什麼 叫做氣候的議題 最近這幾年氣候 極端氣候異常 連德州都下大雪 這一場大雪勢必會影響到全球的經濟 因為能源供應 又握在西德州原油的手上 但是台灣有機會從中奪取利多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你知道 冬天天氣相對溫和的德州 居然出現了暴風雪 沙灘變雪灘 魚缸變冰磚 不過那一場大暴風雪 真的是打亂了這個世界能源 晶片 還有汽車供應鏈 包括現在原油 不是運不出來嗎 包括三星 這個德州儀器公司 半導體廠也被冰封了 接下來演化成全球的經濟風暴 那該怎麼辦呢 但這場風暴我們先來看一下 明天放假了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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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了 又有寒流嗎 對 而且其實大家可能有發現 昨天晚上就開始 有一點不對勁 怎麼越入越冷 越入越冷 所以大家來看 我們整個繁鼠都動 齊順順這樣子 可是我們講 全世界溫度下降的話 我們剛剛講 最冷是多少 4.8度對不對 有一個地方多冷 0度 大家不要想說 0度也跟我們差5度而已嗎 不好意思 我講的是華氏0度 他們其實 零下十幾二十度 在哪邊 在德州 你在這邊的話 你溫度一降下去之後 他們不習慣嗎 他們那邊本來溫度是很好 很舒服很熱很溫暖的嘛 結果呢 很多地方 特別是他們什麼 火力發電啊 風力發電啊 那一些大電扇轉不動了嘛 40%的電力受阻 所以其實一大堆 沒有電的問題就出來了 那但是呢 沒有電還有更慘的 家裡的話就會什麼 沒有水 但是更慘的是什麼 外面有些地方雪還沒溶 有些地方竟然還開始淹水啊 他們真是很倒楣 他們有很多的這個冰風暴啊 然後有很多的暴雨 畫面上給大家看到 你就會覺得 他們大概喔 這一輩子喔 很多德州人 可能從來沒有看過 自己的家鄉是這樣子的畫面啦 好啦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啦 外面在漏水對不對 家裡最慘的是在缺水 而且呢缺水有很多原因 跟什麼有關係 要嘛你就沒有電嘛 對不對 馬達水打不上來 另外有一些打上來了 但是溫度太低了 直接變冰嘎嘎嘎 沒有錯 而且大家會發現 你看這邊的話喔 大家不要以為是我們這些畫面凍結喔 這些他都結凍了喔 不管在門上面 哇你家裡有漂亮的這個門簾喔 什麼的門簾 那個是中午時是不是啊 有些地方下面還長出十寸 為什麼 因為太冷了 水管的話 他的結冰啊 體積膨脹 膨脹開 對啊 拼開之後 一死過的東西 那怎麼辦啊 那你這個在家裡很冷嘛 有時候冷的話 如果能夠有暖氣 可是他們常常家裡 也是沒有暖氣的 因為平常這麼熱的地方 那要吃東西嘛 對不對 自己體內燃燒 產生一點熱量 好吧 吃東西要去哪裡買 要去賣場啊 賣場你現在買不到東西 上面的貨架都是空的 他們都被掃空啊 而且有人光要排隊進超市 你以為是排福袋是不是 排新春的特惠 沒有 排了兩個小時還進不去 一進去裡後 搞不好還買不到東西耶 所以有這麼悲慘的事情啊 來我們再繼續往下看喔 剛剛就跟大家講到 有沒有 這一些地方不該有水的啊 你看喔 你家這個Candelier 是不是漂亮的水晶吊燈 不是 這也是漏水 然後馬上就結冰 然後另外的話 阿娘為這什麼回事啊 他就是馬桶也堵塞了 結果呢 最強樓 對啊 所以變成這種特殊的狀況 這有水也很令人開心 對有水沒錯 出來馬上結冰 這是個冰柱耶 在他的水龍頭上面 這個最慘 他很悲傷 為什麼 鯨魚剉起來了 對啊 如果說是剛開始而已 搞不好只有上面結冰 下面搞不好還是水 可是沒有 因為他一邊拍 他整個人快要哭了 因為鯨魚油不動 可能整個都凍成冰磚 那另外的話呢 很多人的話 這個我覺得也蠻難過的啦 這個孩子小朋友看得很開心 你不要想說 哎呦 暖爐啊 好溫暖喔 暖爐要燒東西耶 大家知道他在燒什麼 燒他的玩具 小朋友的積木 在燒他的玩具 有人是把家裡的篱笆 是木頭的拆下來燒 不然的話沒有燃料嘛 然後呢有一些 這個不要以為 這是什麼裝置藝術 這是洗車場 一些一些軟布刷 跟一些什麼東西 全部都變了 那這個苦中作樂 對不對 就在家裡的游泳池裡面游泳 那沒辦法游泳 變成這個溜冰場 不過其實 那大家就想 德州都這樣的話 那如果你是 你是父母官呢 如果你是官員的話呢 你當然要出來幫忙嘛 對不對 例如說像你這邊 就有人願意幫忙 有沒有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石頭 海龜啊 很多人才發現 德州其實有一邊靠海 海龜這麼多 對 有3500隻 大家一直送一直送 因為太冷了 結果大家知道嗎 這個室內也停電 也是沒有暖氣 他們也很擔心 還好現在已經運作 已經OK了 那問題回來了 你看到這麼多 不管是人還是海龜 你一定心裡覺得很難過 對不對 結果他們竟然德州這麼大 裡面有一個市的市長 竟然講了一句很有名的話 他說 Only the strong will survive 只有強壯的人 只有強者才活得下來 The weak will perish 弱的人就會死耶 怎麼會講這種話 拜託 結果呢 他馬上就發現不對 上去道歉為乎 這才已經辭職了 所以呢 天災在作孽的時候 我們自己要想辦法度過 但是人啊 對啊 真糟糕 那當然這樣冰封呢 那樣情況影響 欸工廠還能運作嗎 車子都無法開了 所以到底接下來會變成 全球的經濟風暴呢 洪文 完全有可能會變成全球的 經濟風暴 因為如果今天德州獨立的話 他們的經濟體是全球 第十大的經濟體 他們有1.8兆的美元的GDP 是在這裡面 所以這其中影響會有多大 現在發生一件事情叫做 因為風水交加的關係 德州基本上是保守派的大本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的電力公司 基本上他就可以坐地起價 他原本的價格是多少呢 直接上漲了兩百倍 所以你會發現 德州那邊開始 這個月還沒過完 現在有商家 他們半個月的電費是多少 六萬塊台幣 去年同期是一千塊台幣不到 直接坐地起價可以給你漲到一百倍 甚至是兩百倍左右 所以對於德州來講 歷年來都沒有發生這種狀況 但是由於是因為他們極度純度 資本主義的關係 再加上風雪交加雪上加霜的關係 你會發現說 德州那邊的居民 對他們來講的時候 雖然平常每一年付的稅 是比較少的 可是一旦發生這種天災的時候 會產生所謂的人禍 是來自於那個地方的保守派勢力 是純資本主義 而不是有任何社會福利 可以去介入的 所以因此就會產生 這樣子民不聊生的狀態 不過你看 這個正所謂 反美式工作 旅美式生活 你知道有個中國大陸 非常知名的學者 他發展出了很多很多 超越常人 超越經濟學的理論 比如說他說兩千塊人民幣的收入 會比三千塊美金過得更好 但是他最近 他下人在哪裡 他最近凡然醒悟了 他知道 你知道旅美不應該是生活 所以他現在住在德州 在干擾德州 干擾美國 再說中國好棒棒 但是他還是留在美國 原資 是 呂潔講的就是這一位 大家可以看起來 他叫做陳平 他是中國上海復旦大學的高級研究員 然後同時也是經濟學的教授 他也在北京大學兼課 還是節目的主持人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臉 一生的傲骨 看起來簡直就是這個非常的 有大中國思想的一個人 有沒有 他的確是 他有個外號 他叫做反美鬥士 愛國教授 去年曾經在中國發表演說 痛批美國 他說 在中國即便是每個月 零兩千塊人民幣的工資 都比美國每個月零三千塊美金過得好 在美國簡直是水生火熱的生活 這他講的 結果你知道嗎 現在不是德州不是冰崩嗎 停電嗎 他跳出來罵美國的政府說 你看看 美國政府就是這樣 還好我住的是平房 要是我是住高樓 停電七小時 我怎麼受得了 要得便宜還賣官 對 還講說美國的能源政策很差 怎麼會給我們這種生活 結果網友說不對啊 你不是一直罵美國不好嗎 你怎麼在德州呢 結果被人家發現 他不僅他在德州 他還有綠卡 他的美國還是 他的女兒還是有美國籍 還嫁給了美國人 他那時候就會說 我人在草營心 對 你怎麼知道 網友真的是這樣講 網友說你們不要誤會陳老師了 陳老師是不入虎穴 焉入虎子啊 他是要去美國體會一下 那種悲慘的生活 他才能夠改善那個人的生活的品質 然後還有就 以前你剛剛講的 這叫做反美式生意 這個赴美式生活 他罵美國其實是一種生意 是講出來名利雙收了 可是要住住哪裡呢 當然還是要住在比較舒服的地方 比較好的地方 可是這種就是虛偽 所以現在很多網友們看到他 他在講什麼 也不會有人相信了 隨著房地產結局的增長 牛年的到來 房市到底會不會扭轉呢 我們說扭轉乾坤嘛 那我們的錢呢 我們的錢從哪裡來 房地產真的能洗錢出來嗎 或者是說你要不要在這個時間點 而且投入房地產的經濟 好有沒有機會稍微觀望一下呢 就像大家現在要觀望一下 大國的角力喔 好包括G7 不是要登場了嗎 現在大家要看啊 已經不只是美中台關係喔 甚至還加入了歐洲這個戰局 好英國是什麼樣的角色 德國又是什麼樣的角色呢 讓大家說G7精彩可奇 雖然D10是沒有什麼機會了 但是現在重點都放在G7上面 好 明天補班 希望大家心情不要不好喔 攔截新聞 我們